動漫 看完了一連串 動漫節系列報導之後 是不是覺得看了這麼多 重口味的日系動漫 好像有一點油膩的感覺 所以今天我們要換個口味 帶大家來看一下 屋裡頭的美式風格卡通 讓大家可以去去遊節節日 所以我們現在就跟著老萍 還有阿寶一起去探險囉 Kiki小姐 我們的線民可沒有像你一樣 這麼喜新厭舊的好不好 要大家連續再看個十集 我想大家應該也都乾之如一 是不是 好啦 不過我們偶爾換個口味 好像也是美麥的啦 今天的Kiki要帶我們追去哪裡呢 趕快一起追下去吧 今天要帶各位追的就是 台灣科學教育館的 從卡通看科學特展 而且我們不只是要看卡通而已 還要帶各位一步一步的 來做卡通 是不是很厲害啊 等一下 你為什麼要在這裡啊 Michael 沒有啊 我剛剛是在附近看展覽 然後想說 這邊怎麼有一堆群眾在圍觀 想說未來湊個熱鬧 沒想到 你偷跑出來玩喔 你說你看展是不是 沒想到Michael私底下也是小文青 還好啦 你現在是在跟我岔開話題嗎 你在這邊做什麼 你還沒回答我啊 我在這邊 我就是來參觀這個 從卡通看科學特展啊 我知道了 還是你跟我一起 我們一起來體驗這個 從卡通看科學的奧妙怎麼樣 這是你盛情邀請我的喔 所以我才勉強跟著你一起追下去看的喔 我們去嘛 好啦 那我們一起追下去看看吧 製作一部動畫實在是需要費一番好大的功夫耶 從創作概念開始 經過腳本企畫 角色設計 場景設定 接下來到分鏡製作 幕後配音 到最後的動態腳本和後製剪接 經過這麼長的手續 才能完成一部動畫作品 是不是很厲害啊 今天來到台北科教館 就是要跟著我們Kiki和Michael來體驗一下 一起從卡通看科學動動手玩創意 一部卡通的製作過程呢 一開始啊 就要先選擇你的背景來當作題材喔 那接下來呢 當然就是你要開始寫你的故事大綱啊 還有你的腳本啊 可是為什麼你都沒有說到主角的部分啊 男主角對我來說超重要的耶 一定要濃眉大眼啊 然後還有很深色的眼神 以及它充滿磁性的聲音 以上人數缺一不可 你是不是直接看著我 然後開出你男主角的條件啊 這根本就是我啊 等一下 你耳背是不是 我說濃眉大眼耶 大眼耶 差不多…啦 不過呢 一部卡通 他受不受歡迎啊 主角真的很重要啊 沒錯 取決於主角的人氣度 你看 就像動漫最前線找我當主持人 你看又帥又才華啦 你看收視率這麼好是不是啊 你敢說我都不敢聽了 而且既然你這樣講啊 那我們就來迎接 今天的第一個挑戰 也就是角色設計 我們來畫一下 自己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你說怎麼樣啊 這有什麼問題 你敢挑戰嗎 當然敢 我畫好了 我畫的是 飛貼小女警的泡泡 你們不是這麼小 我也畫泡泡耶 你也喜歡飛貼小女警喔 不是 我畫的是 等一下 你為什麼畫線條 那麼簡單的啊 不公平 不是 我剛剛腦子裡面浮現 大概有二十八種卡通人物 但是我發現之後 是不是 你真的很賊耶 對啊 沒有關係 你這樣沒有挑戰到啊 沒有挑戰到嗎 好 如果大家到這邊呢 其實如果沒有什麼想法的話 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這邊有這個 角色設計 染人包 你看喔 它裡面啊 就直接告訴你 一二三四五六的步驟 而且它有兩種角色可以選擇喔 像這一個就是老皮 翻過來呢 就是阿肥 如果說呢 你跟著它的步驟做 你也可以成為一個 很出色的繪師喔 那我要畫老皮 這麼快就選好了 我們來挑戰一下 換這一個 好吧 那阿傑線條比較複雜 我來畫阿傑好了好不好 好啊 準備來囉 開始 欸欸欸欸 你們兩個真的是喔 都已經有模式給你們看了 還畫成這樣 還好意思互相取笑 真的是半斤八兩耶 看看我們其他小朋友的作品 哇 每一幅都充滿著想像力和設計感 隨便一畫都把你們兩個 墊得亂七八糟的 我看你們兩個還是回家多練練吧 我畫完了 我也畫好了 這是我的老皮 這是我的阿肥 阿肥很像耶 我跟你說喔 你的老皮 等一下…你先不要講 我賦予我的老皮 一個新的生命令 什麼生命 我讓他的眼睛呢 變得更立體 可以像千里眼一樣看得更遠 而且呢 我就想說啊 如果老皮是我的好朋友的話 我就會帶他去吃很多好吃的美食 所以呢 就會把它養得白白胖胖的 也算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作者啦 是不是 好 那我們第一關角色設計 挑戰成功 剛剛呢介紹完人物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啊 就是故事裡面也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場景 是 究竟場景要決定在哪裡啊 是要決定在古羅馬 還是外太空 還是你家我家或是他的家咧 到底要如何決定啊 這個部分我真的就會比較 傷腦筋一點點 怎麼說 因為我本人的空間概念不太好 如果說場景 對我來講會很麻煩 因為你知道嗎 我超路直喔 我連從什麼木柵走到內湖 我走了一百次 我到現在還是會走錯 我覺得你這個啊 不只是空間概念不好 我跟你說這在卡通裡面 你要創作也是很重要啊 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天花花要去泡泡家 泡泡要去毛毛家 原本是這條路 又變這種那條路 等一下等一下 他們三個都住在一起啊 是要走去哪裡啊 而且你還是不然就是 從廚房走到廁所 你要再亂講了啦 但是呢 大家來到這裡不要擔心 因為在這邊呢 除了我們身後看到的 探險火堡的場景之外 在這裡呢 也有幾多其他的場景 讓大家一起來體驗與取材喔 那我們現在趕快 一起來去看看吧 看Kiki跟Michael 還有阿寶跟老皮的兩組 探險火堡 玩得不亦樂乎的樣子 大家是不是也很想來體驗看看呢 除了超級屋裡頭的探險火堡之外呢 這裡還有天兵公園的場景喔 這些美式卡通的人物設計 真的都太爆笑了啦 讓人真的是光看 就情不自禁地笑出來了耶 在這些場景中穿梭 不知道Michael和Kiki 有沒有什麼新的體驗呢 好啦有了場景有了角色 有了故事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把故事具象化囉 什麼意思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場景還有角色的動作 全部都設計好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想法 全部都變成圖畫 就像是看漫畫一樣喔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分鏡嘛 對 其實說到分鏡呢 它在人物的比例啊 還有場景的設計 都是非常重要的喔 Michael 我們剛剛呢 不是有在卡通的場景裡面穿梭嗎 對啊 有沒有提升你那些空間概念啦 盒子啦 我連方向感都提升了啦 真的假的 當然啦 那我們要進行第二個挑戰囉 又有挑戰 我們的視覺大考驗 上馬過來 好 我們看第一張圖 往這邊 這張圖 對 你有看到兩個 不一樣的電線對不對 對啊 好 你覺得哪一個看起來比較長 這連小朋友都會回答 是這一個啊 錯 它看起來比較長對不對 對啊 那你用手實際去比看看 是不是一樣長 真的是一樣長耶 對 對 它只是因為方向不一樣 就造成了這樣的錯覺喔 錯覺是不是 是的 那麼往第二張圖 下一張我就不會錯了喔 Michael 那你來看第二張圖 你看喔 你覺得阿甘啊 他臉部線條的顏色看起來 是不是一樣 還是不一樣 看起來是不一樣 但是 剛才你都說是會有錯覺 錯覺 所以 你要直接這樣 不行 這樣啦 那不然你說啊 你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是不是 如果真的是一樣的話 那應該是因為 它的背景比較深 所以搞得好像 它的臉部線條比較淺 然後它比較淺 所以好像它的 臉部線條比較深 不錯 跟你拍拍手 還好 正確解答 正確小專家好不好 好 那我們往下一個 好 那你現在有看到裡面呢 有三個角色對不對 是 你覺得誰最高 誰最高 沒錯 一定也是錯覺 答案是 一樣高 不是一樣高啦 仔細看一下啦 好 仔細看一下 好啦 應該是阿天吧 你看 為什麼 他除了叫阿天之外 你看他頭頂到天 腳踩到地 你看其他人都沒有啊 這個就是讓你 產生誤會的地方喔 你看你用手 實際去比 比這三個角色 不用了 你就看這個就比較高啊 如果說 對啊 是不是 你的筆線比較大 你這樣一比你就知道 你看這個這麼長 這才這樣 就這樣耶 但是它最高啊 你這是腦筋疾喘彎好不好 你看你剛剛是馬上誤會了 想說它頭頂到電話板 好 不過沒有關係 它上面其實好像也有寫答案 你看鳥哥的名字它是紅色的 不要亂講啦 好 我們往下一個 好 我們下來看看 好 接下來這個呢 就讓你看一下 這兩張圖 你覺得哪一個圓形比較大 這個呢 我就知道了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在網路上 也都會看到 類似像這樣的題型對不對 你看其實這兩個阿姐 都是一樣大的喔 因為你看 怎麼說 它這個原本是大的 它放在大的旁邊 你就會覺得 它好像變小了 變小了 而阿姐呢 放在一堆小點點旁邊 你就會覺得阿姐好像變大了 變大了 所以你原本應該會猜這一個 但是它其實是一樣大的喔 所以錯覺真的很有趣對不對 是啊 好 我們往最後一張圖 它是問說我們在看這些 線條交叉的地方 是 你有沒有看到上面的圓點點 那是黑點還是白點呢 我要仔細看一下 欸 你有沒有覺得 欸 你有沒有發現 看了兩三秒之後好像 有看到黑點耶 這些白邊這邊中間的交界處 都會有黑點跑出來耶 真的耶 你們看一下 但是我們現在仔細靠近的看 就發現 它明明什麼都沒有啊 對啊 那這裡是空白的線條啊 為什麼會這樣子啊 錯覺還有那個視覺疲勞 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喔 對 這就是影像的殘影 讓你看到黑色的時候 遠遠看發現 好像也有殘留在空白的地方喔 對啊 欸 真是太好玩了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看 還有什麼東西 很好玩的吧 大家是不是也被這些視覺 小把戲也唬得一愣一愣的啊 其實啊 現在在很多的展覽當中 也有許多像這樣 利用視覺的誤差效果 創作出來的藝術品喔 大家可不要像Michael一樣 這麼輕易就上當了啦 好了 動畫製作的流程到這裡 已經差不多完成了一大半 剩下還有哪些步驟呢 接著一起追下去吧 欸Michael 欸 其實我們今天呢 一步一步做卡通到現在啊 已經可以說是萬事俱全 人只欠東風 現在正在聽牌了 沒錯 我們呢 有人有物 有場景有動作 只缺了一個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是啦 你倒還沒幫卡通配音耶 你知道大家看末句喔 對喔...還要配音喔 忘記了 不然你在動漫節 還介紹那麼多聲優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去請一個 比較厲害的聲優 來幫我們的可愛小動物 來配個音喔 然後今天呢 我們就要化身為王牌聲優 直接幫阿達還有阿甘配音 我們啦 對啊 我還沒開賞耶 那你不要配啊 你怎麼這樣子啊 我跟妳說 人家專業的配音員呢 是可以直接隨時隨地就上場的耶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現在馬上就進行 媽啊 搶我遙控器啦 可不可以 都慢 之前先要開始了耶 趕快轉台啊 等一下啦 先等我看到廣告好不好 慢啊你 你等一下會害我看不到Kiki 我會氣到睡不著耶 你真的很誇張耶 那我還想看你氣到睡不著的樣子 你很煩喔 快一點啦 又開始演了啦 不要咧 遙控器在我手上 你來搶啊 來搶啊你 搶不到啊... 好嗎 你看他啦 好啦 轉台就轉台啊 在那邊愛告中 Yeah 趕快看今天的東班最寫線 幹嘛 沒想到配音是一件這麼難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那些聲優都很厲害了吧 真的 應該真心的給它鼓鼓掌 沒錯 太厲害了 那我們剛剛呢 嘗試過配音之後 現在要進行的就是 動態腳本 什麼意思 這個動態腳本呢 其實就是比較粗糙 比較簡單的短片 它呢是可以幫助創作者 先知道說 它最終的成品大概會長什麼模樣 也就是說 將腳本還有分鏡 合在一起讓它動起來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 不過呢 那我來考考你 要怎麼樣才能讓這個分鏡圖 一張一張的變成一個動畫呢 這個呢 就要看你旁邊的這個裝置 這個裝置 這個裝置 就是製作卡通的秘密 你知道這秘密是什麼嗎 這一點小嘗試 我還是知道的 拜託主持動漫最前線 這麼久了 我們從第一集 輔中十五就講到現在 是因為 視覺殘留 而且我想到 你不是輔中十五的代言人嗎 我代言人 我怎麼會不知道 Bingo 沒錯啦 就是我們剛剛Michael說的 視覺殘留 是 所以呢因為視覺殘留的關係啊 你就可以用這個裝置 看到說 裡面一張一張的圖 都整個動起來變得好活潑喔 而且你看這個裝置啊 雖然我們都已經看過很多像是類似的了 但是 這一個 它直接是一比一的 超大的耶 我們一起來體驗看看吧 趕快去看看吧 好啦 剛才玩完那個 動畫俄羅斯輪盤 我覺得名字很好聽喔 還不錯耶 玩完之後 現在要進入最後的關卡啦 是老皮電腦嗎 沒有錯 當然啊 可是老皮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這台電腦 這個嗎 怎麼說 我們剛才已經做了很多步驟 現在就要把它全部都串起來啦 大家都知道 現在呢 我們的製作大部分都是用什麼完成 電腦啊 對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要親身來體驗一下 這個動畫製作的秘心啊 所以你是說 我們這一關要比賽 誰做出來的動畫比較好囉 我們要比誰的創意比較厲害 比就比啊 互畫互啊 像也像啊 誰怕誰啊 你快出去了啦 回來啦 好 那我們現在趕快開始吧 看Kiki和Michael在這裡發揮創意 顯明是不是也很羨慕他們呢 其實啊大家在家裡也可以跟他們一樣 自己動手製作一段 屬於自己的探險活寶故事喔 只要打開家中的電腦 連接到畫面中的這個網站 大家就可以嘗試一下 當一個動畫剪接師的滋味啦 趕快點進去看看吧 今天大家做完了影片之後呢 還可以上傳到網路 跟你的好朋友們一起分享喔 如果想看我跟Kiki剛才的創世劇作的話 也可以到這個網站來看看啦 沒錯 那我們今天的動漫追追追也到此告一段落囉 如果大家有空的時候 也不妨可以來到士林科教館 來體驗一下當一個小小動畫創作家的樂趣喔 我們今天呢又平安的度過了 感謝飛天小女警 那麼最後呢就在這美麗的小鎮村 跟大家說再見囉 動漫追追追 我們下週繼續追 拜拜